大家好,我是漫畫創作人 大家好,我是美景,也是一位漫畫創作人 今天我和佳輝是來和大家一起分享 Samsung Galaxy Tab X7 Plus 的使用心得 美景,那你本身平時都是用電腦繪圖 那為什麼這一次會選擇用Samsung Tab來繪圖 我們每天要固定在一個位置畫的東西 其實那個是不利於我們貓花家健康的 我覺得佳輝你應該能夠明白 所以這一個就是Samsung Galaxy Tab X7 Plus 因為它很小巧又方便 所以我可以在畫到一個時段的時候 我可以移動我的座位去到別的地方 去重新開始畫,我覺得這一個還蠻好的 那在體驗過這家Samsung Galaxy Tab X7 Plus 之後 你會對這家機有什麼感想嗎 我們過往我們的那個設施有CPU 有電腦螢幕,又有那種滑鼠一大堆 可是這一個完全是把所有的東西 接著在一架 Tab 裡面 就是它提供的那個筆還有那個鍵盤 然後我覺得這兩點還蠻好的 就是我一方面就是在我打文字稿的時候 我可以使用到鍵盤 然後在用那個畫畫的時候 就是它也提供了就是它本身就已經配有的那個筆 就麻雀水小五張季全 那你用完這一家Type之後 它在繪圖上面能幫助你些什麼嗎 就我自己本身是一個畫毛的會者 然後就是我經常就是會去拿手機拍一些毛的照片 拍了過後直接拿那個圖轉發去我的那個做畫的電腦上面 可是現在因為有了這個Type 我就可以直接用Type去拍 拍了那些就是貓的照片了過後 我就不需要再轉移它就直接存在我的那個 這個做畫的Type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省去了一個工作還蠻方便的 話說回來喔 你畫帽也畫了很多年喔 這樣子你有沒有什麼小技巧 畫帽的小技巧要分享給大家嗎 畫帽的小技巧嗎 應該是在毛髮上面吧 就是一開始畫毛的時候 就是可能就是它的形狀 我會儘量就是就是用線條 表達那個貓的那個形狀 就是它的毛耳什麼的 可是到我畫到後期 就發現到其實貓最有美麗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毛茸茸的感覺 所以就是在後期畫的時候 你會發現就是我的線條 就是在它們勾它的外型的時候 我會多加了一些它那種膨鬆的毛髮 然後增加它的那個可愛度 好那好多謝美姐的分享啦 今天就到這裡 下一期就會有我了 大家就別錯過 拜拜 拜拜